欢迎大家来到张老师课堂 我是张雪峰老师 大家好 我是让学习变得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 咱们本期话题继续来聊一聊中国的大学 在三个世纪九十年代 中国大大学就开始扩招 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量 是越来越大 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是越来越快的 那么对人才需求量大怎么办呢 我大学就开始扩招 这一扩招就发现很多大学 就是校园它不够用 再加上什么呢 就有些学校太专业化 太专业化 而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又提出了两个计划 这两个计划 一个叫221工程大学计划 一个叫985工程计划 这个221工程大学叫什么 叫21世纪中国一百所 名校 这个985工程大学是什么呢 是98年5月份 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校 一百多年代校圈会上提出 我国要建设一批 世界一流知名高校的计划 叫985计划 这两个计划一提出来以后的话 是吧 就是你自己比是没有意思的 对吧 你自己比是没有意思的 说我在中国排地 这是没有意思的 我要什么 我要成为世界一流知名大学 那你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知名大学的话 你会发现 你要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专业院校 你可能呢 在各方面的排名啊 水平啊 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大学的评价体系是 是很多的 比如说 很多大学的评价体系是这样的 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学校的一个学术能力 这个学术能力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在一年之内 发表在各个期刊上的论文总和的一个积分排名 那如果说你一个单一学科的话 那你写死那帮老师 他也写不出那么多高血量的论文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就多学科 我就多学科 我什么专业都有 那我想生专业都有怎么办呢 我就开始合并 就开始合并 然后你会发现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 从90年代初开始 南昌大学呢 开始合并 合并完以后的话呢 以一个学校为标志 什么呢 就是浙江大学 98年的时候 四校合一 以它为最具旗帜代表性的事件 然后的话呢 中国大学开始大规模的合并 当然也包括当年我的母校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当时是合并了 河南一科大学 郑州大学和郑州工业大学 三个学校合在一块 所以说你会发现 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干一个事 都在干嘛 全都在合并 合并完以后的话呢 就是 当然这个合并当中的故事 是特别特别多的 这不是我们今天 要讲的重点 因为我们讲的是整体 我们以后有时间会给大家讲 中国各个大学 单独的一个高校时 它合并的时候出现了很多 很多很多的问题 甚至还有出现 就是像 像吉林大学当时六校合一 对吧 然后合完以后的话 你会发现可能目前来讲 就是它的排名也没有说出现 那么显著的一个提升的效果 然后有些学校虽然说没有合并 但是排名也不是很差 你比如说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大连理工大学 当时也没怎么合并 然后的话 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吧 然后到有些学校是合并了一个 然后有些学校是合并了两个三个 甚至更多 然后的话最重要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因为医学这个专业 医学这个专业 它是很容易提高你学校整体排名实力的 因为医学这方面出论文 每年出的都相对比较多一些 所以说你会发现 那个时候几乎在全国都在干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合并当地的医科大学 合并当地的医科大学 就是合并各种各样的医学院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看上海 上海当时其实是有两个医科大学的 叫上海第一个大学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那么上海第一个大学是合并给了复旦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合并给了上海交通大学 这个统计大学原来是有医学院的 我们上期讲过 他搬到了武汉去 后来合并给了华人科技大学 然后他原来有医学院的 但是他发现如果说没有医学的话 这个学科门离建设就可能不是那么很健全 所以说统计大学干嘛 他也合并 但是第一个大学被合并完 第二个大被合并完 那合并什么呢 合并铁路医院 因为原来铁路系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系统 它铁路有自己的变电站 铁路有自己的医院 铁路有自己的小学 铁路有自己的法院 然后的话 铁路的医院一下就成了香饽饽 然后各地你会发现 都有很多大学区跟铁路医院谈 说你要不这样吧 你这个科研实力也有一定的实力 对吧 但是你自己铁路医院发展的又不是很好 那你就依托在我们大学下边 你这多好啊 所以说当时各地的铁路医院基本上都在 也在搞合并 比如说很具代表性的 就是当时的东南大学合并了南京的铁路人民医院 然后天津大学是合并了当地的天津铁路人民医院 然后的话 这个同济大学是合并了上海的铁路人民医院 所以说你会发现当时所有的大学都在合并 都在合并医学院 尤其是合并医学院 合并医学院最成功的两个案例是谁 最成功的几个案例 就是一个就是当时的新亚医学院 合并到了哪 合并到了中南大学 在去年应该是在今年公布的双一流当中 大家会发现 湖南大学也是湖南的一个985 它是双一流的B类院校 而中南大学是双一流的A类院校 那么之所以中南大学它一个后起执秀 它能够超过历史非常非常有趣的湖南大学 我可以这样说 在合并湘亚医学院的过程当中 湘亚医学院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 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如果大家你有兴趣的话 你看看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这两个学校的历史 湖南大学号称始建于公元九百截至纪念 牛老师 你刚才不是说中国金钱的史的大学 第一个是北洋公学 怎么成了湖南大学了 湖南大学它是把月卢书院算在了自己的身上 所以说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中南大学实际上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一个中南矿业学院 它是一个做矿的一个学校 专门做矿的一个学校 那么中南大学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这么一个 整体实际上的一个进步 其实主要得益于什么 得益于就是当时它合并了湘亚 据说当时 湘亚在合并的时候 其实也在想 我到底是合并给中南 我还是合并给湖南大学 据说当时湖南大学提出的条件是 你要是合并到我们学校来 可以 但是的话 你湘亚这个名字可能就不能保留 我湖南大学要比你湘亚大 但是中南大学就说 如果说你合并到我们这来 我可以保留你湘亚医学院的名号 叫中南大学新亚医学院 而不是叫中南大学医学院 当时湖南大学意思就是说 你要合并到我这来 你不能叫湖南大学新亚医学院 你得叫湖南大学医学院 然后湘亚医学院就不干 不干的话怎么办呢 它就合并到了中南大学区 其实它也是参照了案例 参照的谁案例呢 参照的就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一个大学 当时的一个案例 当时复旦大学合并上海第一个大学的时候 它不想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它想叫的是复旦大学医学院 复旦大学医学部 那么这个牌子挂了两年 挂了两年以后的话 中间出了很多的事情和很多的问题 后来就决定说这样吧 说你还是叫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的上海医学院 这样的话呢 就保留了上海第一个大学 原来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名号 就是另外一个成功案例呢 就是华中科技大学合并了同级医学院 据说同级医学院同意合并到华科呢 也是因为这个华科呢 是同意你保留同级医学院的这个名号 而不是叫华中科技大学医学 你可以叫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级医学 是要你保留这个名号 所以说当时呢 在合并的浪潮当中呢 有些学校呢 是合并起来是越来越强 其实大家都是合并起来越来越强 只不过最后合并的效果 有没有那么好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会发现 现在中国的大学呢 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不像原来了 原来呢 在合并之前啊 基本上这个学校 你一看名字 基本上就知道这个学校 最好的专业是啥 你比如说像原来什么 有中国各种各样的纺织大学 有中国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这种这种 这么医科大学 烂七八糟的 但是你会发现 合并完以后的话呢 中国的大学呢 名字你是越看越不懂 越看越不懂 你基本上就不知道说 这个学校它最好的专业是啥 你比如说正大 你说学校在哪里 在正东 那你说正大最好的专业是啥呢 那可能你对这个学校不了解的人 真的不太知道 他最好的专业是啥 你比如说当年 我在上正大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 正大最好的专业是啥 后来到了学校以后才知道 原来正大最好的专业是 化学专业 它不是别的专业 那医学专业也很好 是因为合并了 当时的河南医科大学 所以说如果大家 你真的对这个学校 就是不了解 想了解的话 怎么办 我强烈建议大家 你去看看这个学校的历史 它的发展前沿怎么样 那如果说这个学校的始建于 上个世纪初 那这个学校的历史 就非常非常悠久了 但是它中间可能经历了 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吧 那如果说这个学校 是成立于1950年 那这个学校就是 52年院线大调整的一个产物 那它可能真的在 某一个专业领域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而有一些学校 你看它排名实力非常靠前 但是却没有一个专业 在全国是很顶尖的 那你可能就知道了 它原来可能是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 合并的时候 合并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的话 尤其是合并了一个医学部 这样的话 它的整体排名 可能会相对稍微靠前一些 尤其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学校 它如果是在 有上个世纪50年代 这个阶段的时候 它那个时候的名字叫的 一定是最怎么样 最有特点的 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个学校 它当时最早叫 有特点的名字 是跟什么专业有关系 那它的专业 一定就是在这个学校里边 最好的那一个 总之跟大家说这么多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考一个好的成绩 你考了好的成绩以后 能够上一个很好 很好的学校 希望我们的这两期节目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这就是咱们这两期 张老师课堂的内容 咱们下期再给你讲点别的更好玩的事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